Jesda Lair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 本周西藏华语节目 我是主持人卓马 本期的主要新闻有 达莱朗尔尊者在伊克努尔宗教间会议上 倡导人类一体性 达莱朗尔尊者与慈悲2020代表团 讨论慈悲文化 四战洛夏桑格在瑞士倡导西藏议题 一名藏人男子 应在微信上分享社藏书籍 而遭中共拘捕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大使 呼吁联合国参与达莱朗尔尔尊者 转世问题 藏人启政中央官员反驳中国驻印度大使 歪曲事实言论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西藏精神领袖达莱朗尔尊者 于上周六11月9号 在印度庞哲普邦的阿姆利泽市 出席了西克教先知 古鲁纳纳克诞辰550周年庆殿时 谈到人类一体性 和宗教和谐的重要性 上周六 达莱朗尔尊者 因阿姆利泽纳纳克大学的邀请 出席为纪念西克教先知 古鲁纳纳克诞辰550周年 而举行的伊克努尔宗教兼会议 达莱朗尔尊者在会议上致辞时 谈到宗教平等和复兴纳兰陀传承的必要性 以及古印度文化中关于慈悲和非暴力文化 对促进和改善当今世界人们的紧张情绪 与身体健康的重要性 此外 达莱朗尔尊者 与本周一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关顶内 与来自华盛顿州的团体 就培养下一代的慈悲心为主题 进行了互动对话 11月11号上午 达莱朗尔尔者在达兰萨拉的关顶内 接见了由美国华盛顿州副州长 塞勒斯·哈比努率领的 由华盛顿将军协会成员 社区领袖与学生代表团组成的代表团 并就培养下一代的慈悲心 进行了互动对话 本次对话的主题包括全球气候变化 克服不平等和改善政治制度和民间对话等 达莱朗尔者在向上述代表团成员发表讲话时 详细阐述了他的人生四大使命 即推动人类一体性 促进宗教和谐 保护西藏语言文化和环境 以及复兴古印度智慧 达莱朗尔者一直以来 是全球气候变化及相关问题的坚定倡导者 他在向慈悲2020代表团成员发表讲话时 呼吁世人采取严肃的行动 拯救脆弱的生态环境 本次对话活动由华盛顿将军协会 及华盛顿州副州长办公室联合主办 副州长塞勒斯·哈比诺主持 来自华盛顿特区六所不同大学 和研究所的1500多名学生和研究人员 通过视频直播参加了讨论 与此同时在为期两天的 2019年日内瓦论坛 中国高科技压制与宗教自由会议召开前一天 藏人行政中央四镇洛桑格 在瑞士首都伯尔尼拜访各界政要 寻求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和支持 本周三11月13号 在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 驻日内瓦办事处联合举办的 2019年日内瓦论坛召开前一天 四镇洛桑格访问瑞士议会 寻求瑞士政府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和支持 四镇在会见瑞士国会议员 普利斯卡比勒和议员马蒂娜时 就中国在西藏实行压制政策 和侵犯人权的行为进行了讨论 并呼吁上述议员继续支持西藏问题 当天四镇洛桑格还与瑞士联邦外交部高级官员 进行一小时的闭门会议 在会议上与瑞士外交官讨论了 有关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问题 以及藏中和谈和藏人行政中央的运作情况等 一系列议题 当天下午四镇洛桑格还接受了 瑞士媒体的采访 并就藏中对话 人权与民主 中国的一带一路 西藏的自焚抗议等进行了讨论 另外今年3月 西藏日喀则一名叫汪秋的藏人男子 应在社交媒体传播境外涉藏书籍 而被中共警方拘捕 至今下落不明 据西藏境内传出的可靠消息 西藏日喀则一名45岁的藏人名叫汪秋 因在中国社交媒体微信上发送包括达赖朗尼尊者 撰写的书籍 以及达赖朗尼尊者二哥加勒顿珠撰写的 盖伦堡的面条商人等藏文书籍 于今年3月遭中共警方拘捕 由于中共当局严密封锁消息 目前无法获悉关于被捕藏人的任何消息 而他自被捕以来 他的家人一直受到当地政府的限制和惩罚 美国自由知识家在最近发布的 2019年互联网自由年度报告中 中国连续4年位居全球最严重侵犯 互联网自由的榜首 另外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布朗巴克 近日对法新社表示 美国希望联合国参与西藏精神领袖达赖朗尼尊者的转世问题 制止中共官员干涉藏传佛教转世制度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无人所大使布朗巴克 因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的邀请 于10月27号访问了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印北达兰萨拉 并在会见西藏精神领袖达赖朗尊者时 就转世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布朗巴克大使向法新社强调 他在会谈中详尽地向达赖朗尊者阐述了 他对转世问题的看法 他认为此事应当有联合国的参与 美国将寻求建立国际联盟 支持下一世达赖朗尼的转世选择权 属于尊者本人而和西藏人民 而不是中国政府的原则 布朗巴克大使明确地对法新社表示 我认为非常重要的是 及早展开国际对话 因为达赖朗尼尊者是有着国际影响力的国际人物 布朗巴克大使在达兰萨拉发表的讲话中 也明确表示 美国对达赖朗尼尊者转世的立场 符合第三次流亡藏人特别大会通过的决议 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 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 新闻处秘书长辞汪家部阿日亚 于近日发表文章 谴责中国驻印度大使孙卫东 在印度主流英文媒体 印度斯坦时报发表所谓的 《中国西藏的发展和宗教信仰自由》的署名文章 秘书长辞汪家部阿日亚 对中国官员敢于在自由民主的印度 发表这样的声明而感到惊讶 并强调这篇文章明显具有误导性 并非事实 只是中共官员为博取世人信任而编造的谎言 秘书长辞汪家部阿日亚 在接受本台英文记者的采访时表示 《中国西藏的发展和宗教信仰自由》 所以这些说明文章是非常不正确的 而不正确的 所以在台湾上 所有这些60年 有了60年 的复权和复权 在发展的设计 发展的设计 双计划 它是所有的充满党的充满党 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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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象、�pertise χary buddy,各界计划规划 都赴了多少次,第一次金融游牘便 只是中国THEYON拟高了 碟本土,要 неп自然ên 中国特地争辰的 他的顔 Uhmlika吨艺议 the Dalai Lama also the Qing dynasty is a Manchu dynasty it is also a North Chinese dynasty even if it is taken as a Chinese dynasty first Dalai Lama was born in 1391 and the Qing dynasty started in 1644 only so the Dalai Lama precedes the Qing dynasty so it is a very ridiculous to say that the Qing dynasty has the authority of the Chinese selection of the Dalai Lama so in that the most of the statement made by the ambassador is not true and at the same time I feel that we all should India Tibet and China should work together to find a peaceful solution rather than the Chinese ambassador destroying to distort the history and provoke India unnecessarily 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此 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的讯息请登陆一下网址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